Christina Good morning everyone It's good to see you all 大家早很高兴看到你们 我们把圣经打开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那么如果你要 你可以到我们的网路上面去看教会的网站 能够得到我们今天的讲到的讲义 在下面几个月是冬季的时候 我们将会来讲马太福音 尤其是在我们的友情小组里面 所以我们礼拜天的讲到也是与这个有关 我们先来从第三节来念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耶稣在说话 那么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 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 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 土济不深 发苗水块 因为呢他们的土是不深的 说日投出来一晒呢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就结石 有一百倍的 有六十倍的 有三十倍的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到你的话语的面前 主我们要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 我们感谢圣灵 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 在今天早上 主 你就在 神靠着你的话语呢 在我们的心中撒种 我们相信这个撒种者 就与我们在这个地方 主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的神 你现在释放你话语中的真理 就释放在我们的灵里面 我们祷告说 当我们听到了以后 就会结石六十倍 一百倍 我们爱你 我们尊荣你 主 有你帮助我 来讲解你的话语 带荣耀给你和你的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 注视撒种者 那么从这个预言故事当中 最能够抓住我的 就是得到这个真理 应用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不但是基督徒 对非基督徒也是一样 我想这个主在这里 所要强调的就是 他有一个渴望 那么我们能够 在他的里面能够结石 这些果实呢 他是在我们生命中 寻找非常不一样的果实 在他子民的心中 他要找的是很稀少的 那么我相信在今天早上 就像我们刚刚所祷告的 他就会把这个神的话语呢 深深地播种在我们的心里 如果你再看讲义的话 你就看A段 这个预言呢 让我们看到说 神要在我们的心当中来耕耘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到 神和他国度的荣美 这个撒种的预言 它是要根于我们心中的一个实际 这是必要的 如果我们要能够看到 耶稣基督的荣美 还有天国的荣美 我们要看到这个预言 在我们的心中能够结果 所以我知道他这个题目 就是要注视撒种的人 所以不只是就是说 当我们听到 并且来遇见神的话语当中 我们就更加地努力 能够有工作的果效 而是说能够要更深地 与神有这个团契 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 有不同的一些预言故事 耶稣用此来教导我们 我相信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那么我在之后 他又讲了一个预言故事 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 我相信这个果实呢 就是神所要寻找的这个收获 这个是跟之前的一个预言 就是那个撒种的人是有用的 那么之后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到四十六 他在这个预言故事呢 他让我们看到说 这个撒种者 他在他的百姓心中想要收成的是什么 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四节 耶稣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 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 欢欢喜喜地去避卖一切所有的 卖这块地 他并不是说想要这块地 而是要这个地上的宝藏 那么重点就是说 他不论能够花费多么大的事情 因为这个宝藏对来讲是什么的珍贵 所以他宁愿牺牲一切 四十五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 那这个商人呢找到这一颗珠子 是无价之宝 他就像那个找到了这个土地里面的珍宝的人一样 他把一切都变卖了 在买这颗重价的珠子 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强调的重点 就是在这个撒种子的这个预言当中 意思就是说 这个基督呢 当他的话语呢 撒种在我们的灵里面 是通过了这个神的话语 是听神的话语 唱神的话语 读神的话语 以及听讲道 那么他就是要他的子民能够遇见 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贵 这个耶稣基督 极重大的这个价值 那么这个珍宝呢 就是基督还有他的国度 当我们遇见了耶稣基督 这位珍宝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愿意来放弃一切所有 来得到他 许多在基督肢体当中呢 他就会被这个想法 就是我们要放弃一切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名誉 我们的一切一切 全部放弃 就是为了要追求基督的这个世界 觉得没有办法放下 因为很多人 他们在强调说 我们要丢弃丢弃丢弃 但是却没有强调说 为什么我们要丢弃 或者是为什么而丢弃 那么你注意到 在这个预言故事当中 这个商人 他在这个看到了一个珍宝 这个珠子 还有他们之前并没有说要放弃一切 直到他们先找到了这个珠子 找到了这个宝藏 所以我们信徒们 我们一定要发现说 在这个耶稣基督他的价值 还有他的这个珍宝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珍宝 我们才能够放弃我们生命中的东西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的佩德 我们就想要做这个放弃的事情的话 我们马上就会失败 因为当这个压力来的时候 那些旧习惯又来敲我们的门的时候 那些我们的老我又来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马上就会放弃 因为我们就没有 或者是从来都没有 看到耶稣基督 还有他国度的荣美和珍贵 所以我们在 我们要祷告以佛所书 三章十六节 一章十六到十七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这个智慧和奇事和灵 因为我们一定要遇见他的荣美 他的价值 那么才能够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能够自动的 而且自由的来放弃我们的所有 在这里所说的 他说我们找到 我们找到 当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 如果我们紧紧地抓住 我们自己的渴望 我们的名声 我们的情欲 我们的性欲 不论是什么 我们这些东西 我们紧紧地抓住 并且这些事情 是与神的话语相对立的时候 就做不出来 这个解药是什么呢 就是神要给我们一个 很清楚的意象 有关于他自己的所示的意象 有的时候 我们就说我们没有办法爱 我们不够尾声 我们把这些事情当作一个现象 来要医治它 那怎么呢 这个解药就是我们更加努力去做 更加地做得更多 那么我们所缺乏的是 没有这个意象 我们没有看到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贵重的珠子 就是那个珍宝 但我们也知道说 这不会刺动就会发生的 所以我相信耶稣 在这个预言故事当中 他要强调四种不同心的反应 那么对耶稣基督 他自己的荣美 还有天国的反应 在这些心中的反应当中 我们看到一些 我们都有的一些不同的挣扎 我们有些人就会 其中某项 但是很多呢 就像我自己 就是所有的这些的混合 同时都有 这个预言故事呢 强调 这个心啊 最重要的位置是在哪里 你的心必须要有一个位置 在那个位置当中 才能够来产生 耶稣基督 对耶稣基督化于一百倍的结识 并且视他如那个贵重的珠子 这个播种者的预言故事 就告诉我们 怎么样把我们的心 放在那个正确的位置 因为如果我们不视他是 那么样的有价值 我们就不会来看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引诱 不会看那些事情呢 为不重要和没价值的 主要来帮助他的死民 那么圣灵呢 他也是维生 他对这个属灵的家庭 深深的一个吻神 要来鼓励我们 按照神的恩典 带我们进入更深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切勿 是一个爱慕基督的地方 那么我们的生活 就会随着他而改变 但是一开始呢 必须要一个神的启示 我们耶稣 他在形容四种不同心理的反应 每一次长的这个种子的时候 就是神的话语 都是一样的 没有改变的 神的话语是持久的 我们知道的 神的话语会结果时 并且呢 不会突然往回的 那么我们听到神的话语 当我们念到神的话语 我们在唱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的话语就会发出 那么这些土地 每次种子掉落的土地 的这个种子本身 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预言 故事里面所强调的是 土地的接收度 不同土地的接收度 就是人心里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永生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们不再去看 说外表说 我是一个好基督徒 我是一个好人 我就穿上一个去教会的衣服之后 我就是一个教会的人 我们不是在讲这个 我们讲的是你心里的一个实际 也就是在你的和我的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心里面的状态 因为我们可以说正确的事情 我们外表可以看的是对的 我们参加正确的事工 或做正确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心 这是坚硬的 不接受神的话语 那么这个最重要的 来见到神是荣美的这件事情 就没有办法 在神的百姓的心中来成长 所以这个预言是适用于 不但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说 哎呀 这个神的话语 落在坚硬的土地上面 那这也不是我们能够管的 就是安慰我们他自己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 也是一个有用的 能够应用的一个预言故事 第一我们看到这个种子是落在路旁了 那我们知道撒旦来就把神的话语 把他偷走 那么在这里 他描述成是鸟 是一些邪灵 这些敌人 他们来偷窃这个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给我们控告 不停地来攻击我们 有的时候 我想说成为基督的肢体 我们要警醒 我们要醒来说 我们其实是在一个战争当中 我们不是在一个游玩的旅程的船上面 我们所在的是一个战舰 我们要想起来 一个人在战争当中 或在壕沟当中 这个子弹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 这个就是基督徒所在的一个信仰 你就在这个战争当中 有子弹飞来飞去 试得要射中你 试得要射中其他的人 我们要知道我们就是在这个战争当中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讲说这个种子是掉在石头地 掉在石头地的时候 它的土是不深的 是浅的 那么这个根呢 就没有办法往下生殖 这个植物也没办法往下扎根 那么结果呢 这个正午的日头出来的时候 这个植物就枯干了 因为它是没有根的 它没有成长成熟 它们也没有办法来持久 你要知道一棵树 那么这个为例子的话 在这个冬天的时候 它的根就是在土里面扎根 在夏天它就不会长根 在外面看起来这棵树好像死了 但是它的却是在地里扎根 这个就是说好像在土地里面的生命的继续的成长 不论是外表的天气是什么一个样子 第三个 这个种子所掉下的地方呢 是荆棘 荆棘我们知道会挤住这个种子 为什么会挤住这个种子呢 因为这个荆棘或是这些野草 它们长在这个 我们想要种的这个植物旁边的话 会偷走这些养分 会把这个水分也吸收 还有阳光 这些都会把它们挤住 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种树的种菜的人 你成功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除草 你把这些来挤住植物的这些荆棘跟野草 把它拔走 耶稣说这些就是对 这个死生担忧或者是顾虑的这些人 因为这些的焦虑呢 就能就影响了我们里面的成长 因为我们一直注意在外在的这些实际 那么结果呢 就是能够挤住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还有他要做的事情 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事情 第四个 之后我们还会更深的来说 第四个呢 就是好土 就是神的话语 掉落这个好土当中 就会结实 你知道如果你到外面去 就开始在你的前院随便 撒这个草的种子 你就发现在密苏里州 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密苏里的这个土地呢 这个土壤呢不够好 但是你去Lewood的话就会有不同 他们呢长得那个青草长得很漂亮 我都还在问我说 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呢 我就告诉他们说 我也不晓得 我在说笑话 但是这个预言故事呢 一开始就强调的说 你一定有必要的一些耕耘 你要整土 你不能呢 就是把这个种子随便撒出去 就你就想说你会有草长出来 你必须要去整土 你必须要去调整这些土地 这个农人在这个土地里面说 你要看一看这个酸碱度如何 并且呢 加给它不同的一些养分 如果说你这个土不好的话 你怎么样撒种都没有办法结实的 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们很多人呢 花很多的时间呢 我们就一直要种子 我们可以背圣经 我们可以读圣经 我们可以参加事工 参加这个友情团体 那么一直在讲神的话 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呢 是像这个石头一样的话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用 就像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不需要来耕耘它 我们必须要特意地来回应神的话语 并且能够结实 我们要做我们该做的一部分 在这里有一个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我们才能够耕耘在我们里面神的生命 这个预言故事 它强调基督徒一个回应的责任 我们对很多事情是不需要负责 下雨啊 出太阳啊 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 农人也不能 但是农人他负责是什么呢 就是整土 在这里有一部分的责任 是我们自己要去负的 我们要来保证 当这个季节继续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是继续地与耶稣基督的团体要成长 并且我们对他的爱跟喜悦要越来越深 对彼此的爱和喜悦也要越来越深 有很多人在想这世上最难得到的是什么 有一个二十岁的人 就是心中火热为耶稣吗 其实不是 你应该找到一个八十岁的人 他仍然对耶稣基督深爱着他 并且对神的话语是深爱的 但我们成为在信心当中的父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件事情 并不是说我去参加一个特会 然后有圣灵充满 然后我就会来告诉大家 有关于耶稣心 我是很显爱这样子的 但是我要有一个印象 当我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的时候 我打开神的话语 我里面在神里面有一个内在的生命 我读到神的话语 我还是会落泪 因为我爱他 这个是非常稀少的 那么这是非常有恩高的讲员 或者是他能够行神迹歧视 他能够让死人复活 都没有珍贵于这一个八十岁的人 他的心对神仍然柔软 然后见到神的话语仍然哭泣 为什么呢 这就代表说 在与神当中是有一个 一个这个伙伴的关系 那是一个同工的关系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在我们生命末了的时候 仍然深深爱神 这才是一个奇迹 所以我想花一些时间呢 要来尊容我们中间的一些 这个信心之父跟之母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们不只是 在我们的属灵家庭当中 不只是有三位四位 这样的信心之父之母 而是有几十位都有 他们在 他们如此地耕耘他们的心 他们对神有如此地回应 他们也非常的在乎 他们在神里面的一个内在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一定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财富 在我们一个属灵家庭当中 是我们的宝贝 那么我们再回到 这个预言故事当中 知道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 还有实际上就行出来之间 有很大的鸿沟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读了 也说OK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好像说有一个天国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读了这个之后 我们打了一个勾 那么我们也知道说 75%的人对神的话语 没有反应 这样就够了 只有这个25%的人是一个好土 然后好 我们明白就好 但是这个预言故事呢 它好像在求我们说 我们要对神呢 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回应 我们在看到了这个预言故事后 我们要产生一个行动 不只是我们的脑袋明白而已 在这个真言书16一节 告诉我们说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但舌头的应对呢 由于耶和华 心中的谋算在乎人 当我想到这个心中的谋算的时候 我就是想到说 就是你要去耕耘 要把你的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面 站在神的面前 来等候祂的 祂对我们将来的一个指引 等候祂对我们的恩高 等候祂对我们的话语 那么神的人民教会 要成为一个能够回应的一个群体 而不是从这个自己 要做什么的一个群体 因为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我们是祂的肢体 所以这个知体要跟随的 这个元首祂的决定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所强调的这一节 真言16一 就是告诉我们说 在我们要有一个责任 要能够接受 要听 要耕耘 并且要成长 更加认识耶稣基督 更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要结出果实来 心中的磨算 在乎人 意思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舌头的应对 或者是一个突破 或者是神的话语 是属于耶和华 这个是神的部分 那么圣灵是非常的 能够做他自己的那部分 圣灵非常的知道 他不要做你的部分 也不要做我的部分 所以这个播种者的这个故事 是在强调说 我要你来耕耘你的心 你要准备好来接受这个种子 要准备好来接受我的领导权 当在一瞬间 我给你了一个命令的时候 你神的子民就能够来响应他 行在神的指命当中 还有他的旨意当中 荷西亚十章十二节 另外一节 那么重新又重述了这样子的原则 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 就能收割慈爱 现在正寻耶和华的时候 你们要开垦荒地 这边有要一个心中的开垦 一个灵魂里面的开垦 这不是自然会发生的 这个农夫呢 他看到了他的田地的时候 他必须要去开垦 他不能说 哇 感谢主 这个田地呢 自己已经开垦好了 不是这样子的 他们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拿到了工具 他们先把这些工具呢 磨磨磨磨磨磨了之后 带着这些沉重的这个工具 他带着他的牛 他带着他的耕耘机 他带着很尖利的毛 他推进去这个荒地当中 把这个土翻出来 他们在太阳之下 他们会流汗 那么当然了 现在你知道有一些耕耘机了 所以里面是有冷气的 那这样子的形容的话 或这个比喻的话 你肯定就得不到了 所以你必须要进入你的心当中 如果说你就让你的心 就是留在这个地方 他就变成荒地了 这就是何西亚所说的 那么如果你不在那个 你的心里面开垦 你没有在里面呢 使用登山保训的这个原则 你的心就变成了荒地 就变得坚硬 那什么东西都长不出来的 所以我一定要往里 我一定要来开垦这个荒地 不是外面的神的恩典 而是要在里面接受神的恩典 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主啊 求你来帮助我的软弱的地方 因为我要开垦荒地 因为我对你没有回应 有的时候 你一开始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会发现你的心 是有多么的硬啊 有很多时候 我进入了一个分别为圣 或者是禁食的时候 我在想说 这个是国度里面的最好的 这是我自愿来做这个禁食 不是说我要禁食 而是我选择要做禁食 所以我过了三四天之后 我努力地寻求神之后 你知道我发生 发觉了什么呢 就像这个农人 在这个土地里面所发觉的 他发觉说 哇 这个土地比我想象的更硬 我的心啊 比我所想象的更迟钝 我知道我是迟钝的 那么我明白了 但是我真正地进入 我心中的田地的时候 我开始来应用神的原则 那么我要更努力地 来追求祂的时候 我把一些不要的东西都丢起 之后我才发现 有很多隐藏的石头在那里 我才发现说 那里有很多野草在那里长生 有我觉得我真爱的东西的旁边 已经长出了野草 那我现在就必须要采取行动 我必须要在我心中 在神的面前要有一个回应 这就是神要邀请我们进去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原因 不是说要证明我们自己 在说有多么的好 而是我们找到了神 是重新地在看见 神是这么样的佩德 是这么样的荣美 我们完全地来在祂的里面 喜悦祂 这个尊崇祂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撒种者 他的预言故事的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们要来注视神 我们在多方面的 我们在田地里面找到这个珍贵的珠子 第一项我看到说 很明显的我之前讲过好几次 就是要见到耶稣基督 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喜悦 并不只是说要有一个名声 或者说在聚会的时候讲讲他 这个是简单的 而是说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 你要找到你完全的喜悦 是在神的里面 这个是对我来讲是 我要能够 自己会要反省很大的地方 所以我眼睛闭起来 我问我自己说 我最主要喜乐是在哪里 我找在你的身上找到的吗 还是我还要找其他的东西 甚至不是那些罪的事情 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嗜好 你想想看 也许就是轻松一样 坐下来的时候 眼睛闭起来 我有没有找到说我的喜乐 我的喜悦 我的满足 那能够感动我心的 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找到吗 他是 他是那个众人当中 像雅各五章时节所说的 他的是良人 是超乎万人之上的 之后呢 我们要看到他的计划 还有他的目的呢 是荣美的 有的时候我们在开垦荒地的时候 我们都说主啊 你的领导权是很奇怪 你在我生命中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我的生命中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 还有发生在我所爱的人身上 神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要重新的来看他 就是说他的领导权 还有他的方式呢 是美丽并且是荣耀的 在启示录的讲述说 主啊 你的作为是奇灾 那么主 我们来 在今年 你在想到说 在你之前的一年 你听到一些所有的 那些荣耀的话语 都说 哦 这个是一个 一个喜年 这是一个突破的时候 那么我告诉你 每一个 每一年的一月 每一人都说 都会有更好 都会有更多 这个就是这个时刻了 那么我不怀疑 当然是会有 一个突破 每年都有 这个我没有怀疑的 但是不是像我们 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不是我们 所要的那个样子 因为一个先知 有先知性的人 他们站起来 他们就开始来讲 这个神的话 他说 哇 今年呢 就是一个 双重的一个 Shikana glory会 来到等等 那么 我们呢 算一算 就说 哦 这一年呢 我就可以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意思就是说 这一年呢 我就不会再欠债了 这个 我的所有的人际关系 我的婚姻 都没有问题了 还有浪子也会回家了 每一个人都得医治了 那我的银行的存款 有百万美金 那么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真的不是这样子 主说 这不是我说的 我说 这个突破 就是说 你的心是如荒地一样 你对我的反应 是坚硬的 我对你里面的结果子呢 比你的外在 你要得到什么 更重要 因为你里面的 你可以带到 那个来世 突破是一定会来的 我可以向你确定 但是突破 一定要先有一个耕耘 你们去 很多人 你看去年 你没有看到 有一些神 要先在你里面 先做工 因为要先进入 然后呢 才会有突破 有一些事情 你要放弃 主说 为什么我要释放 我的能力 还有祝福 在你的外表 但是你里面的人呢 是对我来讲 是坚硬的 是没有反应的 我不是说 你就是像这样 我只是在念 我自己的日记 给你听 第三件 我们能够开始看到的 就是要见到 他的百姓 是美丽和荣耀的 教会 我们是爱教会的 我并不是在说 只爱那个 同意的那些人 看得像你差不多 然后跟你在做事工的方式 也差不多 或者跟你所相信的教育 也差不多 我在讲的是 基督的肢体 能够在一个合一里面 是一主的 是一喜的 那我们在一起 能够一起来庆祝 这个圣力 我们要看到 整个世上的基督之体 都能够体验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了 这个 像耶稣所看到 他所爱的 我们要看他所爱的 为我们所爱的 David Arnold 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 那有关于他 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我所爱他的原因 就是他能够见到 其他人所见不到的地方 他看到了 他就会把他说出来 他会说 我看某一某 他有领袖的才能 我应该要来去帮助他 我会说 不会吧 我不相信 他说真的 真的相信我 他就是有这个能力 能够肉眼看不见的事情 我们对基督之体 能不能看到这样子呢 还是说我们就是 看到了以后 我们就能不能 就为他们而来努力呢 然后我们看这些 这个种子所落下来的土地 第一个在第四节 是落在这个路旁的 耶稣告诉我们说 飞鸟来吃尽了 所有的种子都吃掉了 那么他的 在十九节呢 他就有一个诠释 他说就是人听到了 天国的话语的时候 不明白 那么这个敌人 就把他偷走了 这个就是在路旁 种子在路旁的 我们看到了 在这里看到了敌人 他在你生命中的 一个最主要的策略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敌方 他们的战争策略是什么 否则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战争当中 是盲目的 你知道在第二次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们呢 彼此 这个敌方呢 不知道他们彼此的 能力是什么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雷达 我们有卫星 我们什么都知道 他们如果是在一个山坡地上 两军呢 相战的时候 那么隔了一百尺之外 你根本不知道 你要向作战的是谁 那个是以前的情形 所以你在战争的时候 你要知道对方 他的计谋是什么 你就可以来对付他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那你也不知道敌人 想要做什么 那能够 你的生命 就会受到很大的灾害 很大的受伤 然后我们又问说 神啊 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主就会说 那是因为敌人 要来将神的道 从你的心中偷走 意思就是敌人 来把你心中的真理偷走 在这个圣经当中呢 在告诉我们说 这个魔鬼呢 是骗子 这个骗子呢 并不是说给我们 很大很大的谎言 看得出来的谎言 而是说 他把这个真理 你也参加了一些 小小的谎言 所以你在远远的看来 你以为没有什么分别 所以他是非常会欺骗我们的 因为他把这个真理当中 掺杂了一些谎言 一些小小的谎言也不好 如果有人告诉你 一杯水 因为你好渴 你说给你喝 你说哇太棒了 这个水太好了 你把水喝掉了 你说我告诉你 在你里面 有一滴的化粪池里面的东西 你还要这个饮料 当然了 你不要这个水了 所以这么一点点呢 就会把所有的东西弄脏 一点点的谎言 就会把真理搞垮 那么敌人进来 他从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 给我们这些真理 有关于我们是神的儿子 由于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是为神恩高的 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 他与我们所立的永恒的盟约 这个是神他会做 他做的那一部分 他会负责把它做完 敌人就来 他就告诉我们一些谎言 告诉说神根本就不享受你 他根本也不喜欢你 他也不能够真正地来拯救你 你的罪就是太大了 你的罪呢 让你没有资格能够进入天堂 你是一个伪金子 一再一再的这个鸟 就一直来把这个落在路旁的种子 给它吃掉 我们的心就像在路旁 是没有耕耘的 并且非常异于来接受敌人的欺骗 还有攻击 因为我们认不出真理 我们也没有办法牢牢地抓住这个真理 那么这个敌人就开始会来扭曲 我们看这个C.S.路易斯 他有一本书叫做《魔鬼家书》 《魔鬼家书》的《screw tape letter》 那么这个就是两个邪灵当中 他们的对话 他们写彼此的写信 他们是怎么样来欺骗人们的 怎么样来绊倒人们的 我们来看他这边有一个用语 有一个邪灵他这样说 他说有趣的是 这些凡人如何总是将我们想象说 我们把事情放在他们的脑海里 但事实上我们最好的一个工作 就是把一些事情 把它挡住 让这个不能进入他们的脑海当中 因为只有神是创造者 敌人不能把创造的事情 放在我们的脑子里 所以当神的话语碰触我们的心了 就像今天早上 我们听到神的话语之后 敌人就要来 他就要来扭曲 他就要来把这个真理偷走 并且防止这些真理 深深地刺进我们的心中 保罗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思想有一个战争 我们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 在哥林多 哥林多后 凑书十章三到六节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征战 我们征战的兵器 本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坚固的引擂的 所以我们要 这些这个引擂呢 就是敌人所建立的 给我们的一些谎言 第五节说 我们将各样的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自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 那么成为神的子民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心意 都能够夺回 都顺服于耶稣基督 每一个想法 每一个心里面的动机 每一个我们脑里面的主意 我们都能够把它带来 顺服在耶稣基督当之下 就是问问说 我们的想法与神的话语 能不能够对齐 我如此这样子看我的弟兄姊妹 我对我的 对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批评 还有一个论断 这个与神的话语 能不能对齐呢 好 那么怎么应用呢 这个路旁呢 这些 我们的信徒呢 就说我们要 要注意我们的心意 把这些圣经的经文呢 放在你的镜子上面 写在镜子上面 当你看到镜子的时候 这个神的真理就进来你里面 而不是你的缺点 而不是敌人的攻击 不是你的失败 也不是你的不安全感 那么你把这圣经的经文呢 放在镜子里 当你早上起来 看到镜子的时候 你说 哇 让那些话语成为 更新你的 成为刺穿你灵魂的 第二个就是在石头地 石头地就是那些神的话语 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欢喜地接受 但是只是短暂的 但是呢 在我们没有扎根 这些呢 有一些肤浅的一个回应 我们呢 听到了非常地高兴 但是呢 当这个困难来的时候 这个压迫来的时候 受苦来的时候 这个就是生命 生命就一定是会这样子的 生活也会给我们苦难 当我们在教会里 讲到了这个福音的时候 好像是在一个 消毒过后的环境里面 不是这样子 我们也不需要假装 就是这样 那不是完全无毒的 没有 这个是有充满了一些挫败 充满了一个失落 还有那些没有办法实现的希望 我们在等神的这个应许来实现 一再一再回到同样的痛苦 这些就是我们都在经过的 我们必须要诚实地来说 神说 我要你要有长这个根 这个根是扎在我的里面的 你要进入 在那个你的情境的 状况的一个外表 要进入这个里面 所以你可以找到 你的自己的价值 你的喜乐在什么地方 是在你的环境当中吗 是那个在土地之上的 眼见的那些事情吗 而是在土地之下的 那个隐藏在基督里面的 就是在那个密室里面 是我们心中的珍宝 是没有人 其他人能够看得见的 耶稣说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 二十节 他这样解释 那些 在土地上 有洒了种的呢 就是他听到了 他很高兴 那么很多人听到神的话语 非常的高兴 那么他的生命中是活泼的 我们哈雷路亚 赞美神 他爱我 他为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死了 他拯救了我 然后礼拜一来的时候呢 因为上班迟到了 那我发现说 哎呀 我这个小时的 这个周的小时做不足 那么只做了24小时 做不到35个小时 我的房租都付不出来了 我就没地方住了 那我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 很重要的 你要听到了 耶稣基督的福音之后 必须要明白 你要自己要想到 在这个生命当中 是有困难的 这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世上 你们是有苦难的 所以你不要困惑 你也不要觉得说 这是一个意外 也不要去衡量的 耶稣基督这个福音 是与这个 看到的是一个周遭的环境 你是不是得到了升迁 你的这个银行里面的户头 是不是越来越大 不是以这个来看 福音的价值的 你的生命是藏在 耶稣基督里面 在这个外表之下 有根必须要成长 不论这个暴风雨 是多么的强大 多少树被吹倒了 有多少的火来焚烧 你的生命是藏在基督里面的 神在这个深圳的扎根了以后 就能够帮助信徒 在这个压迫跟压力的时候 你不会移动 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他说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 进前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这里他所说的 不是说你每个月的钱不够花 这个是受逼迫 这个也许是通常不是 那么而是说你要经过的一些 测验一些引诱 你不能把它称作是逼迫 这也不是在神的话里所指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 但大部分不是 我就要讲得很清楚 当有一日会来 在这个国家里面的很多人会遭受逼迫 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声 还有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关系 那么现在呢 是从你的婚姻 从经济 从健康 然后从这个孩子来的这些的困难 我的朋友的恨我 然后他跟我分手了 我的心碎了 所有这些事情呢 都是在预备我们 预备我们呢 要过一个在这个表面之下的一个生命 因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能够持久的 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生命 是在这个表面之下的 其一切在这表面之上的 都能够被拿走 对这个方面的应用是 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福音 我们要与别人在分享的时候 一定要加入这个 有患难的这个神学 不是只讲这个困难 而是你要把这个实际的困难 要放在这个里面 否则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 所以我们不是要只说祝福的 也不是只说困难的方面 而是两者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两者本来就是有张力的 不只是一件 而是很多事情所产生的张力 才能够创造你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个特质 这个心呢 要来根于与神的亲密关系 不是来专注于我们的 情境 专注于我们的遭遇 就像约伯一样 从约伯从头开始就是有祝福的 但是呢 就好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 上上下下 那么是有祝福 有损失 有困难 有受苦 都是混合的 约伯说 我不会来咒诅神 神是被祝福的 所以在祂的表面之下 祂有一个在土下面的生命 我们现在讲荆棘 就是那些呢 心中呢 只想到了就是个人的获得 就是它是不忠实的 因为这些荆棘呢 至终呢 会把这个植物给挤死 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 洒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后来有世上的思虑 钱财的迷惑 把道挤住了 就不能结实 他没有办法 在神里面有更深的生命 因为他不能够行出 这个圣灵的果子 没有在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上面 能够来结实 所以 他没有办法成为温柔 为什么呢 因为他呢 对这个世上的事情呢 都是思虑的 这个钱财呢 能够欺骗我们 让我们这样想说 我们对我们的生命 是可以控制的 我们的生命 还有我们的未来 还有明天是什么样的 一个样子 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你不需要 要很多的钱 就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欺骗 有很多人呢 他们有很多的钱财 很多的收入 他们却不是被他们的钱财所欺骗的 而有些呢 他们也许还是贫穷的呢 他们没有在这个钱财上面 有什么多的一些好处等等 他们却被这个钱财所欺骗 所以这不是有关于你有多少钱的关系 而是你心的一个情况 你里面的神 里面的神是谁 这样的欺骗呢 给我们一个假的一个安全感 还有一个控制 神说 我要你找到你的控制 还有你的安全感 在我的里面找得到 你没有办法来预期明天 你不可能预期五分钟之后 能够发生什么事情 也没有说 不管你有多少的钱财 那么你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 你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 还有你有什么样的资源 都能够让你能够控制 你生命中的每一部分 这个必须要来降服 必须要进入这样子的一个谦卑 是神要我们做到的 C.S. Lewis 他有的本书叫做《反扑归真》 他说 拥有大量的金钱的危险之一呢 就是你可能会认为说 这些金钱可以带来各种的幸福 那你就不能够完全的依赖上帝 所以这个不是说你的钱有多少 而是说你没有办法了解到神 你有多么需要神 所以这个危险不是说 哇 我有多出来一千块钱 这个我就会被欺骗 不是 这个危险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找到你的需要 就是你需要依赖耶稣基督 那位能为你付上暑假的 邀请你进入这永恒故事的那一位 Lewis 他又说 他说 有很多事情好像就说 你只要签张支票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你就会忘记说 你自己随时都是完全在依赖上帝的 各罗西书的讲就是说 你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 还有在神的意念当中 最后一个土地呢 他说是掉在这个豪土上面 这个就是接受了神的话语之后 在生命中能够结果子 就是他们视这件事情 非常的严重 并且呢 他们能够耕耘他们的心土 他们能耕耘他们的生命 与神来建立亲密的关系 你知道我们必须要在神里面 每年每年的长进 那在这个爱里面成熟 你过去 看你过去的两年三年十年当中 有没有你对神的爱 还有对人的爱 有一个增加的记号呢 这个就是我们在寻找的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彼此负责任的 我们一起来 来这个 帮助在神的知识里面 能不能成长这个圣灵的果子 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所写的 我现在 更加强调 就是在里面的成长 有不同的一个层次 那他这个心呢 会产生不同的 这个 分量的果实 这不是神要我们长的 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相信 这个 这个结石呢 可能不是神所决定的 而是耕耘土地的那一位 你们有没有开垦这个黄土 你们有 有心的来接受神的话语 必须应用在你生命中的各个方面 不论是在经济上面 是在 你们有没有接受神的话语 然后又实现出来呢 我们都要有一个意向 都要想到我们能够结一百倍的果实 这个土地呢 能够接受我们所耕耘的 他一切所交给我们的 按照神的恩典 不论是内在的外在的 我们都接受 接受了之后 并能够结一百倍的结石 一个种子 就能够产生出一百个种子 我们把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收获 收集起来 因为当我们在生命的末尾的时候 我们所 我们所 结的这些果实 只有一个人来享受 那就是神 我们所生命所花费出去的 对他来说是一个新香 我们是献上了一个祭给他 这他不需要的 他是这个宇宙最富有的人 他不需要我们所献上的 为什么我们 这是我们自愿所奉上的一个爱的一个祭 说主啊 我们对你的话语 我们是重视的 我们没有很多的资源 我们没有很多的恩宠 但是我们要按照你的话语来实行出来 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 扎根 所结出来的种果实都是属于你的 在天堂的时候 在玻璃海 那是24位长老 他们就围绕着宝座 他们不是说 在这个天堂的走来走去 来炫耀他们的皇冠 对撒拉佛说 你来看看我们得的多好啊 胜于天使 他们并没有骄傲自大 他们的荣耀 不是在他们的奖赏当中 而是他们一再又一再地把他们的 他们所得的冠冕 陷在耶稣基督的前面 他说我要让你这个天堂的银行 就是充满了 就是那么的富有 所以你能够有这个满意出来的爱 你会有这个满意出来的这些恩典 到时候你绝对不会后悔的 阿们我们现在站起来 我要祷告 我们花一点时间站在神的面前 求祂来检查我们的心 也许在我们心中有一个部分 你觉得在那个地方的土特别的坚硬 或者是神话语的真理 被敌人偷走 你发觉你里面有一些谎言 你发觉你自己是在定罪跟羞耻之中的 或者你是一个有石头的土地 你觉得我没有办法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持久 我的心机是摇动的 我没有办法能够来处理我生命当中的一些试炼跟考验 还有一些人 你们可能是在 你就是对这个钱财的引诱啊 充满了你的心 你的思虑都是在这个方面 或者你就想到你自己的人格性格等等 你自己怎么样来看你自己的 你是怎么样来生活的 这些事情呢 你一直在想自己 这个就是你的思虑 你想说我要得到一个突破 我要神来帮助我们 或者是你自己的声誉的问题 一直在烦扰你 你一直发现到自己就是为了自己的声誉 在那些在奋斗等等 这个荆棘呢就挤住了神的道 还有一些人 他说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有果子的 那么我就赞美神 或者你感觉到人来的一些张力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够该结出 结出那么多的一个果实 如果你结了三十倍 你说我要结六十倍 那么我的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爱 但是我不够满足 我要不够满足 是可以的 你如果觉得说不够满足 是可以的 你要继续地增长 如果你是我们属灵家庭的一份子的话 不要满足 要感谢 要感恩 但是呢 永远不要就是满于现状就够了 那当我们站在他的前面的时候 在这个我们在里面 其实有一个痛 是只有在神里面能够得到满足的 当我们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会被他的 我们会看到他的那一天 我们为他的荣耀 为他的美丽 完全地震慑 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里面要结识 对神的知识 更加地认识他 并且增加我们对彼此的爱 主我们求你 来帮助我们认出那些 那些心里面的地方 那么也许是从朋友们来的 或是从我们的配偶方面所来的 这些必须要得到耕耘的地方 我们要看到我们心中是哪一些是荒地 我们是以前看不见的 但是主 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看见 并且呢 我们要来耕耘与神的亲密关系 圣灵求你来 现在大家都对神有一个回应 你觉得神 圣灵在碰触你 就说 这个就是我 还有的人呢 就说 我有两三项的混杂在这里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话 在我心中有四种不同的土地 都有 说主啊 求你帮助我 给我恩典 我不是 我不是在开玩笑 不是说要激发你做什么 我说的是实话 如果你要别人为你祷告的话 就来到这个前面 或者是身体 有得疾病 有需要得医治的话 请到前面 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一个突破 也到前面来 我们要与你一同来征战 一同来帮助你 彼此负担 圣灵求你来 释放极大的一个恩惠 在我们的里面 主 我对那些疲累的人说 你们能够在神的里面找到安息 你会在神里面找到避难所 对那些经过失恋的 你会发现 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高台 在那些被这个上瘾所捆绑的 被这个色情所捆绑的 在性方面被捆绑的 在醉酒方面被捆绑的 你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可以找到希望 你会找到你的喜悦 圣灵我求你 在我们属灵的群体当中 来运行 让我们清澈地见到 谢谢神 各位如果你要让 到前面让人家为你们祷告的话 请你们先把翻译机 还给学校的负责人 谢谢